纽约联储2月6日在报告中称 美国消费者信用卡和车贷的余期率呈走高趋势 去年第四季度约有8.5%的信用卡余额和7.7%的车贷拖欠还款 这表明财务压力增加 尤其是对年轻和低收入居民而言 信用卡余额去年第四季度增加至1.13万亿美元 目前车贷余额为1.61万亿美元 双双创下2003年有该数据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 最大的债务类别按揭抵押贷款余额也创下新高 而学生贷款几乎持稳 研究人员表示 年龄在30到39岁的消费者 尤其面临着信用卡还款余期问题 这可能是因为他们还面临着学生贷款的问题 2023年第四季度 美国居民债务余额增加2120亿美元 至17.5万亿美元 余一半的增幅来自按揭抵押贷款债务 近四分之一来自信用卡 受大气河流影响的南加州 自2月4日迎来新一轮风暴以来 不断刷新降雨量 洛杉矶一些地区的降雨量 已经超过11英寸 包括Woodland Hills Bell Air和Capavida Canyon地区 洛杉矶市中心的降雨量达到7英寸 尽管提前发出了警告 但这场大雨仍然摧毁了南加州多个社区 包括好莱坞山和比福利山在内的洛杉矶地区 约有250万人受到了山洪爆发警告 比福利在整夜的大雨过后 于周一早上8点30分发生了泥石流灾害 洛杉矶消防局表示 1000名消防员努力应对49起泥石流 130起洪水 6起建筑火灾和几起被困车辆的救援工作 前一天 加州州长加文纽森已宣布加州八个县进入紧急状态 拜登总统在周一晚间的新闻发布会上 也提出提供联邦援助 加拿大政府近日宣布 现行针对外国买家的购房禁令 将延长两年至2027年1月1日 加拿大副总理方慧兰说 此举止在缓解加拿大住房危机 确保当地房屋供给加拿大家庭居住 而不是成为投机的金融资产 加政府同时表示正采取积极措施 结合官方相关指令 更快地建造更多的房屋 让更多民众能够再度拥有自己的住房 数据显示 截至去年12月 加拿大全国基准房价约为73万家元 过去五年内上涨36% 大温哥华地区基准房价为120万家元 大多伦多地区房价为110万家元 过去两年 加拿大房屋平均月租金也上涨了22% 北京地铁昌平县列车追尾事故调查报告公布 这是一起造成多人受伤的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因雪天导致列车制动距离延长 运营单位雪天应对措施落实不到位 行车调动员处置不当 列车司机操作不当 造成事故发生 经过问责调查 对北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 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共18人追责问责 此外 公安机关已对该起事故相关责任人员立案调查 北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案规定对相关人员进行处理 本集中文部份地铁迹有限公司在各位订阅为目标完成 前方文部位于顾由 本集中文部份地铁运营地建训 自贷行者 本集中文部份地铁运营有限公司 于旧地铁运营有限公司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